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我们的十二位学家和人力资源专家 送上去让他们品尝一下你的手艺 多拿一个 我一看着小伙子挺高个 然后喜欢烹饪 不喜欢打篮球就有点遗憾 芳总 谢谢 我们要多拿点 多拿点 真的很好吃 非常不错 我吃了有三粒 确实味道好 这个奶味啊 纯香 入口啊 有回味 里面呢 略带着山楂 还有点开胃的作用 我现在又饿了 其实大家对于他这个 做东西好吃啊 也不必太惊讶 注意看他的报名表 是街道的烹饪大赛亚军 我一向觉得 真正啊 老百姓家能做出一道美食 那绝对是功夫 高手在民间 对 高手在民间 我是这个的粉丝 这个产品的 我是我们家里 现在还有好几包呢 我特别爱吃这个 但是我不太明白 你今天把这个拿上来 你这个想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你会做这个吗 还是你总比别人做得好 首先这是 风筝是我最大的爱好 对 然后我 上次第一次就看到 电视上有做这个东西 我就跟着学 然后做出来之后 我会先给我爸妈吃 他们觉得很不错 然后我会分给我朋友 然后朋友都觉得还不错 然后我就想带过来 也是一方面是对我一个展示 然后也可以让企业家们 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情商挺高的 说说说你的工作经历 大四就开始在世界500强实习了是吗 对 对 做了一年多 做的是什么工作呢 采购 其实公司福利还是蛮好 但是工作量特别的少 一天可能你三个小时 能干完一天的活 然后你知道我一个刚毕业人 在公司里面 剩下身上网 我也坐不住 我就主动去请辞 去找了另外一家欧洲公司 你理想的工作状态 是什么样的 首先它能实现我的价值 然后如果在这个公司上班 我能给这个公司带来价值 然后公司有一定的文化氛围 然后我又能在这公司 工作是愉悦的 然后跟同事关系处理得非常好 就它这个状态是特别好 我觉得不只是年轻人不要摸鱼啊 因为甚至还有人说 就我工作的时间很短 或者内容很少 我的性价比很高呀 但其实你最后害的还是自己 没错 这段很加分呢 是的 然后再后来我就去了一家欧洲公司上班 欧洲上班其实上的也还不错 后面因为可能有猎头找我 然后我就去了一家香港的公司 然后我是想寻找新的挑战 因为我之前前两份工作都是采购 但因为都是很大型的公司 所以我们公司 我做采购我可能是站在高处 然后下面的别的我的供应商 他们就去销售嘛 对我服务的很好 然后我就想换个小点的公司 所以公司那时候工作就非常有挑战性了 每天工作特别的忙 也只有加班 然后当然待遇也会 待遇和收入也会比较高 我能不能刻薄地说一句 你一直在走下坡路 收入是增长的 然后工作的难度也会确实更高 公司的这个结构是一个比一个差 但是收入一个比一个高是对不对 我不认为公司是差 就像它其实那家香港公司也比较大 只不过它不是五百强企业而已 但第三个我可以发挥我很强的主观能动性 我其实不太同意杜老师说 他是在走下坡路 因为他前面五百强公司 比如你是写文案的 你就只能写文案 但如果你去一个初创公司 你要是做市场 你可能又要写文案 要做活动 要做很多种的事 你可能断练空间确实会更大一些 所以可能看得出来他的这个经历 他是属于愿意去尝试新的挑战 并且愿意想把自己的多个维多经验 都能得到提升的这样一个人 我觉得哪个五百强公司 不是由一群想要迎接挑战 承担责任的人 从小公司干起来的呢 刚才我们所说的都对 你的选择也都对 但是你要看终点 如果你要选择 未来是自己创业的 你的这条职业发展的路径 是对的 没错 如果你选择的是 未来我在职场上 走职业经理人这条路的 那可能对未来 你职业经理人发展的这条路上 你的选择会造成一定的障碍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从大公司来 再想回大公司 中间有小公司过渡 是很难的 后期你创业选了一个 这个游戏的店主 那么这一部分 你到底收获了什么呢 以现在角度来讲 我这个创业其实失败了 因为最后放弃了 然后还是给我人生狠狠地上了一课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 我原来有一颗创业的心 可能真正要创业的话 成为一个企业 像在做那么成功的企业家的话 我可能能力有点不足 所以我愿意回到职场里面来 所以我们这一番的探讨 是源于杜子健老师的那个发现 但是说到最后 你今天站在这就是个答案 你没有继续做游戏店老板 你还是回到了非你莫属 求职的这个原点 证明周围判断的没错 你还是回到了职场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刚才有一个 对自己的总结特别对 你这笔学费交得有点昂贵 不过没关系 我们愿意给你一个 重新来过的机会 第一环节最后 我问你一点私人的问题 好不好 不介意 不会 不介意 不介意 还没结婚 单身 对 还没结婚 有女朋友吗 目前没有 大老特与特逗的 关于特情感 他说谈恋爱必遭遇 女友走向海外留学 或定居 导致至今中年未婚 所以你这个特质 你应该找一家留学机构 你是怎么能够 在茫茫人海当中 遇到这么多 有出国志向的女生呢 就像以前刚读书 读大学 那人家女生可能成绩好 就出国也很正常 后来我就工作了 工作我就 我就跟他肯奉过了 就是你不要 应该不会出国吧 就是好好的上班 上班上班上着 公司就介绍他去国外培训了 培训他 他国外培训表现非常好 又被国外的母公司 给留下来了 然后再后来 我都谈的是一个外国友人 他是深深爱中国文化 然后过来这边中国学习的 也觉得将来可以在中国定居的 然后他读着读着 后面还是觉得思乡了 又又回家了 就目前经常都是这样的情况 我要再补一刀 你硬片的是销售 你现在38岁了还单身 你觉得你对自己的销售成功吗 就目前我从单身的角度来 我肯定是失败的 但我不觉得我对自己的销售能力 重视哦重视哦 你今天来求的是销售哦 这一块回答一定要谨慎 杜老师我替他解个围吧 有的时候销售自己 比卖公司的产品更难 对 我不是也是个例子吗 其实啊 他还是有能力的 如果我们单纯现在站在 姑娘的角度上来说 这四个姑娘都挺优秀的 能够被不错的姑娘所选择 她应该也有一些过人之处 我觉得这从情感上 对她是一个肯定 今天站在这儿 我希望你能够工作爱情两丰收 谢谢老师 我给你一个现场征婚的机会 我就成容 我目前单身啊 我在上海 今年年纪虽然大了一点 但我依然拥有健康的身心 我平时特别喜欢锻炼 身材也保持得很好 然后我还特别地孝顺 在上海这边 一般女性的地位是比男性的地位高的 然后我也很遵守这一点 然后我在 我以前谈恋爱 或者以后孤入婚姻 老婆在家里绝对是第一位的 然后所有的家务我都会做 我现在会做各种各样的菜系 然后如果你做我的女朋友 以后做我的老婆的话 我可以保证 起码在一年内 我做的每一道菜都不会重养 哇 你还有诱惑力了 太有诱惑力了 好 谢谢 谢谢陈荣 来 各位企业家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祝贺你 田荣 只灭了两盏灯